Denka 少女莫娜 嗨大家好 我是Denka少女莫娜 Pixel 4a 終於是在本週一的晚上推出了 我們也是週二一大早就拿到這支手機 雖然上我們現在拍片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左右 其實我也是用了一天不到的時間來跟這支手機相處 那與Pixel 4 表現到底好不好呢? 它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還有它的拍照表現到底如何? 我後面也會挑選幾支在網路上面 設亮跟它差不多的手機跟它做拍照的PK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現在來看看盒子裡面有什麼盒裝內容呢? 有Pixel 4a 本人 然後產品說明書、快卡針、18W快充頭 Type-C 充電鍵跟Type-C 轉USB的轉接頭 Pixel 4要在禮拜一晚上就已經開放預購了 不過這次預購並不會送你手機殼 取得帶真的呢? 是送你三個月的YouTube Premium跟Google One的試用資格 那另外如果你對手機殼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到官網上面去預購 我也幫你查好價格了 是1390元 然後顏色有三種就是灰黑藍 Pixel 4要在這次推出一種顏色就是這個Jazz Black 可能沒有傳聞中的天空藍好像有點可惜 不過官方有說呢 Pixel 4a的5G版有可能會推出其他的顏色 所以還是可以期待的吧! 另外它的背蓋是這種塑膠材質 但是摸起來完全沒有膠感 而且重量143公克加上寬度68.6mm 完全是可以單手操作單手打字的 重點是摸起來的手感真的很不錯耶! 非常適合手小的人 另外它的背面還有相機模組跟實體的指紋辨識 背面看完了來看看側邊 手機左側呢有開關機鍵 還做成跳色的設計ProQ 還有音量調整鍵 那右邊呢是SIM卡槽是單卡版本的 如果你是有雙SIM卡需求的人呢就要再看看了 那底部呢是Type-C的連接布 然後3.5mm的耳機孔呢則是保留在頭頂 有些耳機派的人呢應該是會蠻開心的 因為畢竟有些耳機還是不用怕沒點嘛 正面螢幕呢是採用5.81吋的OLED螢幕 然後1萬元出頭就可以買到OLED螢幕的手機 我覺得它在中階手機裡面呢是很高標準的配置 我覺得這一次啊最大的不同也是螢幕 它就是從以往的厚道跟高額頭改成了挖孔式的設計 Google說改成這樣是為了讓使用者 在小小的機身上面也可以享受大螢幕 Pixel 4a的螢幕啊它是有比旗艦機Pico 4 還有上一代的中階機Pixel 3a的螢幕還要來的大的喔 那另外Google他們也有說啊 他知道大家都不喜歡下巴跟額頭 所以才特別改成挖孔式的設計 不知道是不是也等於預告接下來 所有的Pixel系列手機都會取消下巴跟額頭呢 再來就是Pixel 4a呢 它本身最大的重點就是它的相機 Pixel 4a搭載的是1200萬畫素的主鏡頭光圈F1.7 雖然是單主鏡頭 但是它的相機模組啊跟Pixel 4一樣是做成這樣正方形模組 比較可惜的是這次Pixel 4a啊它沒有望遠鏡頭 可是它的單主鏡頭視野有77度 所以它的拍攝視角呢會比上一代的Pixel 3a還要廣 它的前鏡頭呢是800萬畫素的 而且視野是84度 我覺得它拿來自拍的距離啊非常適中 並不會讓你覺得欸怎麼那麼近自己長得好像大頭狗 那拍出來的效果呢我覺得整體是偏紅潤的 而且色彩很飽滿 另外呢它的前鏡頭也是有支援肖像模式的 Pixel 4a的手機啊之所以會這麼厲害其實就是歸功於他們的AI技術 就是以軟體來輔助硬體的部分 那不管是在拍攝人像啊或者是夜拍還是防手震都是靠AI技術來做優化 不過Pixel 4a啊並沒有加入旗艦機有的Pixel Visual Core功能 所以呢它在拍照的反應運算反應呢會稍微來的慢一點點點點 不過我覺得這個速度就是跟平常你用手機沒什麼差別 所以是感受不太出來的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一下Pixel 4a它的拍照表現 那同時呢我也有請來網路聲量跟它差不多一樣反應非常好的兩隻手機 包含呢是iPhone SE還有三星的Galaxy A71來做拍攝的比較 先來看看一般模式下各手機的鏡頭表現 在戶外拍建築物啊跟陰天的情況之下 Pixel 4a成像雖然比較暗但是整體最貼近肉眼所見 A71成像亮部暗部都被自動調亮了美化程度最高 iPhone SE則是亮部暗部都很平均沒有像A71這麼誇張 還有這個噴水池Pixel 4a保留比較多暗部 因此整體看起來比較立體 而A71跟iPhone SE效果差不多 但我覺得iPhone SE的色溫好像偏冷一點點 拍攝室外的紫色花朵我覺得Pixel 4a有種用單眼拍照的感覺 有著自然的景深而且花朵的邊緣也被處理得非常好 然後A71的顏色雖然很亮但是我覺得比較不自然 來看看室內裝飾Pixel 4a同樣是最貼近肉眼所見 而且花朵裝飾背後窗戶曝光程度是裡面最低的 A71則是加強了亮部的表現 讓整體看起來很鮮豔飽和 iPhone SE則是比Pixel 4a再亮一點點 室內Gamadion的光源是比較弱一點 那Pixel 4a跟iPhone SE拍著的效果我覺得差不多 A71依然是最亮的 不過如果放大看的話 A71的噪點就比較明顯喔 接下來來看看變焦的效果 Pixel 4a跟A71我都是用7倍變焦 那iPhone SE我是直接拉最大 相較之下A71比較清晰 能夠保留的細節比較完整 人像模式之下 我覺得Pixel 4a最有單眼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飽和度比較高 而且色溫偏冷 那頭髮邊緣的模糊處理也比較自然 A71一直幫我偷家美肌 看起來讓皮膚很奶油 接著是夜拍模式 我這邊拍了電撻攝影師一角沒有開燈 然後拉窗簾關注的照片 喔對了 iPhone SE是沒有夜拍模式的喔 你看果然夜拍就是Pixel 4a的天下 喬它的毛髮還是被完整的保留 而且它的顏色是裡面最亮最濃的 那這邊我也多放上幾張Pixel 4a的拍攝效果 不過因為最近都下雨的關係 所以沒有很多張更詳細的照片 就等我的評測文吧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前鏡頭 在室內室外的自拍效果 我比較喜歡Pixel 4a的自拍耶 因為我覺得它的距離是最剛好的 而且看起來也比較自然 在其他規格上面 Pixel 4a這次是搭載了一顆 3140毫安時的電池 那它的電池容量是有比Pixel 4 還有比Pixel 3a還要大的喔 另外它要搭載的處理器是高通的S730 那這一塊處理器 就可以幫助它達到更好的省電效果 那官方給的數據呢 表示它的續航可以達到24個小時 我簡單測試了播放YouTube影片 然後螢幕開對量音量調50% 網路是連公司的Wi-Fi 連續播放影片一個小時後的掉電量是9% 那玩傳說對決呢 半小時掉電量是6% 這數據就給大家參考囉 剛剛也有說到它的處理器是高通S730 那很多人會說買這隻手機 並不是為了買它的處理器或它的效能 不過其實S730呢 它是採用8奈米的製程 然後還有第四代的高通AI引擎 它的效能其實也是挺不錯的 而且根據安兔兔的官方跑分數據啊 它的效能呢 是快要追上上一代旗艦處理器S845喔 那我目前用它還不到一天嘛 最實際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遊戲來測試啦 那我都是玩傳說對決 那玩的過程我覺得它也不會卡卡的 那溫度也不會太高 就頂多汙汙的那樣 那接下來呢 我也會多試玩幾款遊戲來感受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關於Pixel 4a的其他規格啊 我這邊會列出一個大表 然後給大家看三秒 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Pixel 4a的感想 我覺得它是一支非常特別的手機 而且在Pixel系列手機裡面呢 我覺得它有劃分出它的分水嶺 因為呢 它是第一支由台灣團隊完全主導的Pixel手機 那它的包含從一開始的設計 還有它的軟硬體的設計啊 還有生產製造 全部都是由台灣團隊來主導 所以我覺得它身上呢 有非常濃厚的台灣血統 規格上面啊 比起Pixel 3a 它可以說是全面的大升級 它有更大的螢幕 然後更大的電池容量 更大的儲存空間 還有媲美就是旗艦機的拍攝效果 但是價錢呢 卻更低只要11990元 當然啊 它還是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譬如說它沒有防塵防水 然後沒有無線充電 它只推出了一種顏色還有一種尺寸 那另外呢 它的電池容量其實在所有的中階機裡面 也不算太大 那就看大家怎麼取捨囉 另外啊 Pixel 4a接下來會推出5G的版本 那它在秋季的時候 會跟Pixel 5一起發表 我覺得啊 如果你是現階段 你只想要追求一支非常高性價比的手機 那你想要一支拍照非常厲害的手機 還有你對5G的需求還不是那麼強烈 那我覺得它是一支非常可以參考的手機 那最後啊 我之後也會對Pixel 4a 做更詳細的拍照測試 然後還有跟其他手機的比較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鎖定我們的官網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是電探上以莫娜 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